我是最臣之女 做了八年宫女,出宫前 却被贵妃斥责勾引天子 把我放入蒸笼,蒸了整整三日 蒸出满脸血痕 贵妃却得一点评,美人在谷不在皮 透骨生香,才算角色 重火一事,我做了御前女官 成了天子新宠,风头无两 贵妃皱眉斥责责 你不过仗着皮囊狐媚争宠 可知,美人在谷不在皮 可她不知道,我要蒸的不是宠爱 而是她的命 咦 前世,家中祸最后,我在宫中熬了八年 从最低等的洒扫工人,熬成了绣房的工人 看着那间把我的名字写到出宫的名单上 我终于松了口气 可就在出宫前,我去后宫中送衣服时 在宫道上遇到了新地 我没有多想,只是低眉顺眼地跪在道旁 等着天子的车架经过 天子转过头时,恰好看到了我 来了两分兴致,随口点评 看似若柳福风,眉眼里却有两分坚韧 倒是个不错的美人 一句夸赞就要了我的性命 贵妃掌六宫是宫中的风吹草动 逃不过她的眼睛 当天,宫道上就多了一个巨大的蒸笼 贵妃下令将我用麻绳捆住 一张手帕草草塞住嘴就抬了进去 巨大的蒸笼盖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木柴点燃,冒出一阵阵的烟 蒸干了我脸上滚落的眼泪 我拼命挣扎,却根本正不脱手上的麻绳 用头去撞,也顶不开沉重的盖子 口鼻中流出的血,很快就被蒸干 变成一道深色的血痕 蒸笼外,传来贵妃的利盒 都给本宫抬起头来,看清楚了 这就是勾引陛下的下场 工人们的干呕声,此起彼伏 还有人晕倒后的尖叫,想成一片 失去意识前,我听见贵妃得意的点评 美人在鼓不在鼻,透鼓生香,才算角色 有香味蒸出,才能证明是真正的美人 直到三日后,蒸笼才被撤下 我飘在半空中,看见工人抬出我的身体 面容和生前没什么区别 只是横七竖八地流着血痕 贵妃的工人在一旁奉承 还是娘娘想的办法好 这蒸出来的,就叫美人高可好 贵妃勾唇一笑,微微点了点头 把她送去边境,和她的家人团聚吧 我瞳孔骤然紧缩 原来她知道我的身份 也知道我家有人被流放 原来我的一条性命,只是她随手碾死 用来取乐的玩意儿 我眼里留下一道血泪 不管不顾地向她扑去 灵魂却已经开始消散 陷入完全的黑暗前 我的最后一个念头是 贵妃和天子又如何 如果能重来一次 我定要他们给我偿命 二,睁眼时 我听见耳边传来内奸拉长的声调 陛下驾道 贵 身体比思绪更快做出反应 我下意识地跪在了路边 入目的是公道上整齐的青砖 手上捧着的托盘也被我放到了一边 眼角于光瞄到那抹明皇时 我才终于确定 我重生在了遇到新帝的那一天 也是我被贵妃下令 放进蒸笼 丢了性命的那一天 天子近在眼前 避无可避 几乎是一场死局 那一仗一步不进了 我听见男人的嗓音 看似若柳浮风 眉眼里却有两分坚韧 倒是个不错的美人 前世我守着规矩 不敢抬头直面盛言 也是想着 出宫前要避免节外生枝 等我出宫 就能顺着蛛丝马迹 追查当年冤案的真相 联系父亲从前的旧部 想办法为谭家洗清冤屈 可此刻 我已经没了出宫的机会 想到这里 我抬起头 看向了不碾上的天子 一双风流多情的桃花眼 鼻梁高挺 气度尊贵 俊美无仇 见我抬头 他眼底划过一抹惊艳 紧接着 生出几分 亚然与兴致来 跟着天子的内奸 刚要呵斥 男人就抬了抬手 示意他近身 内奸立刻垂手 退到一旁 你道胆大 天子懒声道 多谢陛下夸赞 我唇边勾起一点笑意 将死之人 若再不胆大一回 就没第二回了 哦 他打量我一眼 看向他的眼睛 陛下可怨 与奴婢赌上一睹 若奴婢方才的话有错 便是输了 陛下只管治奴婢 一个欺君之罪便是 奴婢绝无怨言 话落 四周皆是静默 天子的目光 在我脸上停留了片刻 我始终不闪不闭 专注地凝视着他 手心的冷汗一点点冒出 心跳也渐渐变快 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同意的时候 不碾上 天子大笑出声 以命作赌 倒是有点意思 若你赢了 想从镇这里讨要什么 我跪地叩首 嗓音微颤 却一字一句 说得认真 求陛下恩典 将奴婢调到狱前伺候 想好了 他问 是我再度叩首 青砖铺成的公道上 天子的仪仗动了 等他们走远 我才松了口气 站起身来 贴身的小衣 早已被冷汗打湿 跪久了的腿 也有些酸软 可我心里的兴奋 几乎要一出来 刚睁眼就遇到这样的死局 我手里的牌 却只有自己的命 到底是赌赢了 三 果然 我刚回到绣房 贵妃的工人就到了 谁是刚刚送衣服的工女 贵妃派来的姑姑 冷着脸贺问 我被人推了出来 她皱着没看了我一眼 带走 几个绑大腰圆的嬷嬷 立刻围上来 捉着我的手臂 把我带到了蒸笼前 巨大的蒸笼投下阴影 把我笼罩在里面 但这一次 我的脸上已经没了惊慌的神色 那姑姑见我不哭也不求饶 冷哼了一声 你这小蹄子的骨头在硬 等进了这蒸笼 蒸上几天也就软了 工道上的人渐渐变多 都是被贵妃找来观醒的工女和内奸 等人都到了 贵妃才领着浩浩荡荡的工人过来 那几个嬷嬷 连忙把我按跪在地上 膝盖重重撞到坚硬的石砖上 砸得生疼 有人掐住我的下巴 逼着我抬起头 可惜了这张美人皮 贵妃摸着护甲 漫不经心地吩咐 心术不正之人 宫中留不得 处置了坝 也好让底下人都瞧瞧 狐媚或主的奴才 是什么下场 前世他也是如此 一句话 就定了我的生死 麻绳一圈圈缠上我的手脚 蒸笼的盖子打开 露出里面用光滑的竹片 编织成的壁子 就在盖子将要被合上时 内奸火急火燎的声音传来 助手 竹子的盖子打开 露出一线天光 贵妃的声音里多了一丝不耐 你是什么人 竟敢以下犯上 阻拦本宫 我坐在高高的蒸笼里 看见他内奸行了一礼 神色不变 奴才是奉陛下口谕行事 并非有意冒犯 还请贵妃娘娘见谅 倒是有些眼熟 像是刚刚跟在 天子身边的内奸之一 贵妃这才抬起头 瞥了我一眼 你是说 陛下口谕 让你保下这个奴婢 回娘娘的话 内奸依旧保持着公身的姿势 语句却直白 陛下要这位姑娘 去御前伺候 一语落下 如同水入油锅 周围的议论声骤然响起 御前 她的命也太好了 谁不知道 陛下御前没几个女官 她这一去 怕是麻雀飞上之头了 何止啊 宫中最多的 就是剑锋使多之人 竟然真有几个大胆的 连忙过来替我松绑 把我扶到地上站稳 还不忘陪着笑脸 恭敬道 方才是奴婢们 有眼不识太山了 等姑娘去了御前 还望姑娘能提携一二 奴婢感激不尽 我理了礼衣服 将衣袖放下 盖住刚刚被麻绳 绑出红横的手腕 那内奸倒也不催促 只是耐心地等在旁边 见我收拾停荡 她又对贵妃行了一礼 贵妃娘娘 奴才还要回去赴命 就先行告退了 御前行走的人 多少都要卖几分面子 给后宫的主子们 可她的话实在太不客气 贵妃脸色微变 养了极好的指甲 竟扣在掌心 声声折断 掉落在地 宫人们见状 也不敢再出声 四下接近 呼吸可闻 那内奸看了我一眼 冷声道 走吧 我硬了声势 离开时 只觉得背上 有一道阴冷的目光 一直追着我的身影 似是毒蛇 又如复古之躯 可我并不畏惧 前世今生 她都想要我的性命 那这一世 也该让她 一命敌一命了 四 前倾宫外 领络的内奸 先进去通传 没过多久 就有工人出来 传我入内 奴婢见过陛下 我低下头 蹲身行礼 十足的恭顺 刚刚胆子到大 我听见秦渊的吃笑 这会知道规矩了 奴婢之罪 我说 方才只是觉得 将死之人 能面见天炎 也算值得 如今既然在陛下身边伺候 往后能见的日子还多 自然要守着规矩 以免陛下不喜 你就不怕 正方才不让人救你 秦渊的语气轻松 像是家常问话 我小心地抬起眼 看了看她的脸色 又立刻低下头去 怕的 可陛下是天子 我低声道 应不会骗奴婢吧 她的声音听不出喜怒 起吧 叫什么名字 回陛下 奴婢名叫雪之 有些耳熟 倒像在哪里听过 她转头看向 刚刚那个内奸 闻山 闻山会议 立刻开口道 她原是谭家的长女 先帝念着谭将军的功劳 免了谋反灭门之罪 留了谭家人一命 你眷法没入宫 就成了宫女 内奸说得平淡 我却心下一惊 短短半个时辰 她就能摸清我的底细 最臣之女 罪名还是谋反 哪怕没有威胁 也足够让皇帝猜疑 秦渊文言 眼里骤然多了几分复杂的神色 我爹和哥哥都是武将 可我随了娘亲 从小就擅长读书写字 吉吉之年 就已是京中文明的第一采女 秦渠与丹青 当年都足以冠绝京城 这样的出身 做个宫女倒是可惜 秦渊看向我不想出宫 在宫中八年 我当然学会了察言观色 她在怀疑我 怀疑我故意设局 接近天子 怀疑我想要留下 是居心不良 有所图谋 奴婢已无可依靠 今日又得罪了贵妃娘娘 若是真的出宫 又该如何活命 她的面色稍稍缓和了些 眼中却还有几分猜疑 陛下是天子 惊口欲言 我看向她 水盈盈的眼里波光流转 语气楚楚可怜 应不会骗奴婢罢 惜命是人的本能 所以我的理由 足够取信于她 她黑沉的眼睛 在我的面上停留了好一会儿 到底是没看出什么破绽 也罢 秦渊转头吩咐 闻山 领她下去 往后留在狱前伺候 我心中的大石终于落地 哪怕没有完全打消疑虑 秦渊也有足够的自信 觉得我留在她眼皮底下 翻不出什么风浪 这就够了 呜 那日过后 我就安安稳稳地留在了狱前伺候 秦渊刚登基几月 就换掉了不少朝臣 连带着前清宫的工人 也换了不少 所以有头有脸的狱前女官 我是第一个 在闻山的带领下 我很快就摸清了秦渊的习惯 喜腊是甜 爱喝西湖龙井 与鹿湾刮片 泡好的茶水要七分热 熏香时要添几片薄荷叶 连给她暗柔肩颈的力度 我都学了个实诚识 每次给她暗柔时 秦渊都会放下折子 仰头靠在椅背上 舒服得眼睛微眯 还不忘感叹一句 美人束手暗柔 才是享受 在一旁伺候的闻山 就会笑着接口 能让陛下舒心 是她的福气 我当然听得出 片子的言外之意 在她还是太子时 我就听闻过她 喜爱美人的传言 唯一新鲜的 就是日日在她眼前晃悠的我了 所以她看我的目光 也渐渐多了些别的意味 我只做不知 如常伺候她 只在要替她量体裁衣的那日 往发间埋了几颗出开的茉莉 软齿绕过她紧窄的腰腹时 我和她的距离骤然贴近 其冤不躲不避 只是垂下眼 看着我的动作 发间的茉莉香优微 弥散在我们之间 我听见她微微加重的呼吸声 和略显低哑的嗓音 雪之 我有些亚然的抬眸 可是奴婢伺候的不好 话音未落 手上的软齿 就有些窃窃的松了几寸 伴侣无法垂在夹边 更衬的肤色白皙 秦渊的目光直白而炽热 隐含几分笑意 并未 我听见她懒声问 用的什么香 清雅宜人 倒是适合你 陛下忘了 遇前伺候的宫人 是不可熏香的 我轻声应她 香气与见低的尾音 如同羽毛 轻柔拂过 勾出细微的痒 刚收好软齿 内务府就送来了新贡的灰墨 秦渊看了一眼 随口吩咐 案例赏下去吧 那几方墨宴雕刻精美 橙色上加 在贡品里也算难得的好东西 我有意多瞧了几眼 喜欢 秦渊突然问 奴婢 我连忙收回目光 这样好的东西 奴婢配不起 贵妃叫门出身 原就不爱五文弄墨 秦渊随口道 她的那方 换成吃金头面吧 内务府总管会议 立刻满脸堆笑 将那方墨宴递给我 恭喜姑娘 我心下一沉 面上却不显 只是高高兴兴地接过墨宴 奴婢多谢陛下 我捧着墨宴 眼神亮晶晶的 全落在秦渊身上 奴婢会好好珍惜的 定不负陛下恩典 在秀房时 我为了自保 曾经刻意把脸上的肤色 涂得深血 也正是因此 在若柳夫风之外 才得了一句坚韧的点评 如今在御前 当然不用伪装 我的面容 自然也恢复了白皙娇嫩 在天上内务府 孝敬给御前工人的上好之粉 学夫花貌 明眸善赖 眼波流转 就足够动人 秦渊有一瞬的谎神 眼底也多了两分笑意 平日倒少见你笑 奴婢是陛下亲自提到御前的 我笑音音音 若不够稳重 岂不是丢了陛下的脸 字字句句 都以他为先 没有男人会拒绝一个 知情识趣的美人 秦渊也一样 六 从殿内退出来时 我抱着那方墨宴 眼神与文山交汇 他眼底也有不赞同 对我微微摇头 我读得懂他的提醒 秦渊这样做 多少有些刻意了 刻意把我送到贵妃眼前 让贵妃再度记恨我 可贵妃不知道的是 在前清宫中 秦渊对着他父亲 递上来的折子 发过不少脾气 斥则周家 仗着有扶持天子登基的功劳 越发所求无度 羽翼见风的天子 已经换掉了不少朝臣 可贵妃的父亲 还看不清形式 把自己当成功臣 在朝中培养自己的势力 果然 这方莫艳的事 没能瞒过两天 贵妃就亲自带着石河 来了前清宫 带着冷意的目光 一寸寸划过我的脸 我只是保持着行李的姿势 垂目不看他 看来 这遇前的风水真是养人 贵妃冷笑道 比起当日本宫见你时 细皮嫩肉了不少 多谢娘娘夸赞 我面不改色的印 贵妃被我一噎 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皱眉赤道 你不过仗着皮囊虎妹争宠 可知 美人在鼓不在皮 有娘娘次叫 奴婢自然知晓 我含笑应道 挑不出错处的一句话 却足够气得贵妃脸色微红 下去吧 她往里走之前 只丢下一句 有本宫伺候陛下 用不着你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当下就行了个礼 匆匆退下 在御前的日子里 因着要伺候秦冤 我很难抽身 趁着今日贵妃要霸占她 将我打发出来 我才能抽出空当 换了伸不起眼的衣服 顺着那个小太监留给我的住处 找到了她 气 几个月前 我还是绣房的宫女时 曾在工人的膳房 遇到了这个小内奸 她帮了我好几次 替绣房的姑姑 要来她喜欢的吃食 却不肯收我的银子 我追问了好几次 她才知之无无地告诉我 她曾受过我父亲的恩惠 从前 还是将军的父亲 入宫参加公宴 小太监被人为难 端了不少的菜 又踩到了有青苔的石头 眼看就要把公宴的菜色 掉到地上 是父亲一把接住了那几盘菜 救了她一命 可那个小太监 那年先帝几次召见京中的武将时 她替御膳访的人去送饭 恰好听到了那个领头的武将 提起谭家和我爹 却因为害怕和不确定 没有告诉父亲 也正是因此 她对我有所愧疚 才尽力补偿 见到我时 小太监的脸上迅速掠过一丝惊讶 她很快就把我拉到角落 池边的树影和假山 将我们藏在里面 姑娘怎么来了 她试探着问 可是要问那件事 我点了点头 就看见她面露为难 我知道的 都已告诉姑娘了 她说 姑娘如今在狱前 何不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倘若在追查下去 听她的语气竟有些古怪 我心里略过一丝疑影 不动声色地后退了一步 她却突然伸出手 狠狠推了我一把 池边泥土湿润 我死死拽住柳枝 才没有滑下去 背后却伸出彻骨的凉意 这里幽静无人 她只要拽走这个柳枝 下一秒 始终却见起巨大的水花 救命 那小太监呛了一口水 惊慌失措地扑腾 姑娘 只要你救我上来 我就告诉你 水声里 有人一把捉住我的手臂 把我拉了上来 文山照就冷的那张脸 三两下清掉池边 我们留下的痕迹 把沾染了脚印的泥土抹平 统统踢进水里 动作干脆利落 水里的扑腾声渐渐弱了 那小太监还不死心 努力扑出水面 喊道 你不想知道 是谁指使我的吗 是贵妃 文山冷淡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如同一根细线 骤然把前世金声串到一起 难怪上一世 我是在出宫前的几个月 才认识这个小太监 难怪我只是在公道上 见到了一次情冤 就立刻被贵妃灭口 原来那人是她派来试探我的 发现我还想追查那年的事之后 她就决定将我灭口 所以那年我家的事 八成和周家有关 水里的声音彻底消失了 池面平静的 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文山到底忍不住 冷着脸刺了我一句 看见了吗 如果刚才我没来 无声无息地沉进水里的人 就会变成我 不等他一句话说完 我并肩的银簪 就抵到了他的喉间 迎着夏天的日色 闪过一道白光 文总管 我笑着问他 那你又为什么帮我呢 被水花打湿的黑发贴在甲边 水珠向下滚落 在他深蓝色的衣料上 阴出一道水痕 他垂下眼看我 神色平和 没有我预想里的惊慌是错 那年你父亲帮过的人是我 他开口解释 工艳人多 被不少工人看见了 所以这事 算不上完全的秘密 那个骗我的小内奸 大概就是在场的其中一个人 后来我家人病重 我走投无路 他平静地继续说下去 同年八月 你父亲入宫时 我曾经找到过他 问他借了张银票 我记得这件事 那次 父亲拿回来的银票少了一张 面额还不小 他老实地跟母亲说了事情原有 只换来母亲的一声轻叹 你呀 就是心肠太好了 泪水沿着脸颊滚落 舌尖满是苦闲 擦擦吧 眼前的文山递来一张手帕 别染了风寒 我抬眼 恰好撞上他的目光 有同情和怜惜 但也有几分我熟悉的情绪 八年前 我看过无数次的 倾慕而克制的目光 爸 回去的公道上 从文山的讲述里 我才慢慢得知 原来我在绣房的日子 也有过他隐秘的关照 只是碍于他的身份 他不能做得太明显 更不能时刻关注我的动向 这才给了那个小太监可乘之机 所以那天就下午时 他故意没给贵妃脸面 惹怒了他 就是想替我分去一些贵妃的注意 所以我来到狱前后 他才半点不藏私 把所有东西都交给我 我今天偷偷出来后 他就一直远远跟在我身后 最终就吓了我 你想要的线索 我手里有一些文山低声道 只是缺一个能继续追查的身份 而现在最合适的身份就是 我得了秦渊的宠爱 再将当年的疑点呈给秦渊 毕竟他已经对周家有所不满 证据的真假也不是那么重要 只要能说到过去 承上证据的人能和了天子的心意 就是真的 这也正是贵妃害怕的事 我们今天灭口了那个小太监 是迫不得已 但也打草惊蛇 我转头看向他 所以在贵妃发现前 我必须 后半句不用说 他也已经明白 我深深地看向他 帮我一把 然后我们两清 夕阳将落 最后一线日色落在公道上 他的面容一半引在阴影里 看不清神色 只能听见他冷淡的嗓音 我会帮你 他说不必两清 就 按我的想法 得宠的时间 本不该这么早 晚间 我收拾停荡 在手腕上添上一串茉莉 再放下一衣袖 盖住那串白色的花朵 我出现在店内时 贵妃的脸色微变 可那时 她正陪在秦渊身边 轻摇着手中的团扇 诉说着她对秦渊的想念 和自己的委屈 不是个开口斥责我的好时机 工人端茶上来时 闻山如往常一般结果 可就在将茶盏端上时 茶碗却没放稳 茶水洒落出来 打湿了贵妃的衣裙 闻山立刻跪下 奴才不是有意的 还请贵妃娘娘恕罪 贵妃看也不看她 只是拉着秦渊的衣袖 软声道 贵妃眼纯倾笑 打死便是 改日让内务府挑几个机灵的 来御前伺候 秦渊不至可否 店内只有文山连连叩手的声音 陛下 奴才不是有意的 您饶了奴才吧 陛下 贵妃轻声唤她 郑身边的人 贵妃说赐死就赐死 秦渊唇边的笑意微冷 郑倒不知 贵妃什么时候 能替郑做主了 贵妃脸色苍白 立刻起身 跪在了秦渊身前 陛下 妾不是那一意思 秦渊打断了她 贵妃娇横 先进足三月 静静心吧 她几乎是失魂落魄的 被工人扶了下去 行了 秦渊转头看向文山 起来吧 平时风光的御前总管 已经磕得满脸是血 秦渊看了一眼 就微微皱眉 去拿药吧 文山连忙千万谢的下去了 我这才走上前 替秦渊轻轻按揉头顶 还赶过来 她闭着眼 声音也懒 没被吓着 陛下带奴婢这样好 奴婢怎会被吓着 我轻声道 何况贵妃受罚 是因她频频想干预陛下 奴婢 万事都有陛下做主 秦渊睁开了眼 伸手握住我的手腕 轻轻一带 我就跌进了她的怀中 茉莉的香气隐约 她滴滴笑了一声 万事有震 我仰其脸 四目相对 唇边轻轻勾起一点笑意 陛下 雨带缠绵 吻上她的动作 却声色 秦渊眼神一身 唇齿娇缠 攻城掠地 她有好些日子 没照厚非事情 夜深情浓时 她嗓音嘀哑的青红 不是说万事有震 听话 雪之 十 第二日 秦渊按惯例 要给我一个名分 我轻轻摇头 陛下刚登基不久 奴婢是罪臣之女 若要册封 恐恶了陛下清明 不管住进哪宫 奴婢也离陛下远了 反而不如在陛下身边伺候 可以朝夕相见 看似为她着想 却也说中了秦渊内心的隐忧 她在先帝的阴影下 生活了太久 登基之后 最想做的事 就是押父朝臣 成为和先帝一样 说一不二的皇帝 而不是总被朝臣限制 册封个嫔妃罢了 秦渊脸色微沉 他们还管不到朕的家事 只要陛下开心 奴婢的名分并不要紧 我仰着脸看向她 目光里是全然的崇拜和信任 奴婢只想陪在陛下身边 能伺候陛下 已是奴婢的福气了 陛下就成全奴婢吧 台阶搭好 秦渊也就顺着走了下来 她在我额前落吻 低声道 放心 等你跟朕的日子久了 朕会给你一个名分 男人在床榻上的话 半句也不可信 不过 对我来说 名分不名分 真的没那么要紧 因为我真正想要的 是她和贵妃的性命 十一 贵妃禁足的这三个月里 我几乎站进了秦渊的宠爱 男人总是喜欢新鲜的 何况我会的东西不少 请取听力了 还能陪她写诗作画 饭粥和糖 或是用果子酿酒 或是做各色时令的糕点 足够在这三个月里 让她对我百般宠爱 而这宠爱 足够让贵妃和周家不安 宫中的人最擅长见风使舵 见我得宠 我住的小院里 早就被花房的人 栽满了茉莉和各色鲜花 风过时 倾向优微 至于新贡的锦断珠宝 内务府都先送到我这里 等我挑好 再把剩下的送去六宫 哪怕没有名分 我也已经成了六宫截职的 天子的枕边人 贵妃虽在禁足 但听到这些消息 还是忍不住 把宫里能砸的茶具和瓷器 都砸了个遍 毕竟秦渊这样的人 登基之前 能为了这个皇位 克制住风流多情的本性 给了她不少宠爱 所以才会宠得贵妃 在秦爱里昏了头 养出了她张扬而毒辣的性子 贵妃的禁足还没解 周家也坐不住了 朝堂上每隔几日 就有人上折子 劝谏天子 不要过于宠爱我这个最臣之女 可秦渊一向是不爱 被朝臣束缚的皇帝 周家越阻拦 他就越宠爱我 何况我还没有名分 每每被周家的人劝谏 秦渊只要不耐地抬起眼 回一句我并不是后妃 只是遇前女官 就能止住他们的话 可只有陪在秦渊身边的我知道 他对周家的怒意 是越来越多了 如同堆积的干柴 只要最后一把火 就能点燃 每每看到和周家有关的官员 递来的折子 秦渊的眉头就会皱起 手上的朱笔也自己潦草 一个准字写得龙飞凤舞 偶尔他也会握着朱笔 若有所思 雪之 我把温热正好的茶水放在他手边 身上的茉莉香气隐约 足够安抚他的思绪 可陛下是天子 天下万民都仰赖陛下 我对他抿出一个温柔的笑 自然都该听陛下的 不是吗 他的眉心才会舒展开一些 伸出手臂将我揽在怀里 亲吻我柔软的发丝 声音含糊 知情识趣 雪之懂正 其实 以秦渊的性子 和周家起冲突 是迟早的事 有了先帝这样的父亲 他必定也会有样学样 我不过是 让这件事提早了些发生 又喝下一碗苦药时 文山恰好送来奋力 看着我碗底黑色的药汁 他皱了皱眉 递来一包蜜剑 这要当真有用吗 我粘起一颗蜜剑 放到嘴里 甜味驱散了苦涩 放心 我轻轻抚摸小妇 对他露出一个微笑 会有用的 十二 三个月转瞬即至 贵妃的禁足也解了 可朝堂上 周家的困局 却已经慢慢形成 后宫中 贵妃之前借着公权 走了出来 全数换掉 所以贵妃这次的负宠 只能靠他自己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贵妃竟然自降身段 在天子的生辰宴上 表演了一场剑舞 红衣萨萨 英气而明艳 剑舞挥洒自如 行云流水 身姿偏若惊鸿 宛若游龙 秦渊果然面露动容 亲自扶起了义武结束后 跪下行李的他 召告了贵妃的负宠 宴上 众人的目光都或是隐晦 或是探寻地向我投来 我只做不见 低眉顺眼的视力在一边 私主歌舞声里 耳边传来贵妃的撒娇 和秦渊的温声哄劝 大概是喝了两杯酒 贵妃的脸上泛起微红 竟然转头叫我 再给本宫添些酒来 雨带炫耀 神色得意 见我威正 贵妃脸上笑意更浓 怎么 只是真酒的活 你也做不得了 仿佛就等着我被他激怒 当场失态 怎会 我抿出一点笑意来 抬手替他真酒 别在这里碍眼 我适时地露出 难以置信的神色 看向秦渊的眼里 写满了失落 最后却还是行了一礼 是 奴婢告退 十三 那日后 我的小院又恢复了冷清的模样 庭院中的茉莉 少了花房的照料 枯萎了大半 那些珠宝锦段 也在没人会送来任我挑选 而贵妃宫中 又恢复了门庭落室的模样 流水一样的珍宝和赏赐 都被送了进去 朝堂中 秦渊对周家的态度 也缓和了不少 几个星空出来的 不太紧要的官职 都莫许周家 推举了自己的亲信 可哪怕是这样 贵妃也依然不安 今日要天子思库中的古董 明日要明家的画作 仿佛想通过这些东西 来证明天子对他的宠爱 要来要去 最后终于要到了我的身上 那晚 贵妃在前清宫半价时 我服侍在旁 为贵妃端上一碗热热的燕窝 贵妃故意伸手来接 那碗燕窝果然洒落了血 把我的手背烫得通红 怎么这样不小心 贵妃敏唇一笑 可是醋了 娘娘说笑了 我唇边的笑意苦涩 奴婢不敢 这样失魂落魄的模样 落在贵妃眼里 就是我失宠的证据 她轻笑一声 借机依偎在秦渊的怀里撒娇 陛下可是还联系她 当时不过是觉得新鲜 秦渊漫不经心地看我一眼 手指抚过贵妃的脸颊 青州小菜 比不得爱妃角色 是她一贯的英俊风流 可留她在这里伺候 妾看着也别扭 贵妃娇声道 下去吧 秦渊随口吩咐 往后无事 就不必来御前伺候了 是我垂下眼 反应里已带了哭音 走出店门时 脚步还亮腔了一下 店内传来贵妃的娇笑 我眼底却划过一抹快意 贵妃的几番试探 已经证明了她的疑心 在她把我从御前赶走 以为可以放心的时刻 也是我透出消息 让她知道 我其实有了身孕的 最好时机 十四 那日被贵妃赶出店门后 我就借口心思欲竭 胎动不适 去太医院 找了情愿安排给我的太医 取了几副药 在我自己的小院子里煎药时 我刻意掐着被人窥探的时间 打开了院门 转角处 有工人的身影一闪而过 那是贵妃重新得适后 买通的小工女 最低等的洒扫工人 和我八年前的处境一模一样 所以 我当然也知道 药渣要放在什么地方 才能让她找到 比如 用香灰果柱装成泥土 和枯萎的茉莉一起扔掉 过了两个时辰 我再去看时 枯萎的茉莉还躺在地上 那块被我伪装成泥土的药渣 却已经消失了 只要贵妃找个大夫 看看那副药渣 她就会知道 我已经怀孕了 那秦渊这些日子里 对我的冷漠 会不会是她在对周家下手前 对我刻意的保护呢 周家经历过当年我家的覆灭 风雨飘摇的时候 哪怕只有一点疑心 也足够让他们害怕了 他们赌不起 也不敢赌 那就只剩下 最后一个选择了 15 宫变那日 贵妃早早就来了前清宫 我换了装束和发剂 秦渊安排的人 还在我脸上做了两出衣容 不是熟悉的人 对着脸仔细看 几乎看不出来 店外的喊杀声和兵器碰撞声传来时 贵妃手中的茶盏应声而落 她满脸惊慌地往秦渊的方向跑去 衣袖中寒光一闪 我几乎不管不顾地扑过去 当然 以我站在街下的距离 是来不及替秦渊挡住那把匕首的 哪怕她早有防备 伸手去挡 可贵妃是将门出身 硬生生将匕首扎进了她的手臂里 眼见没砸到要害 贵妃手上用力 还想将匕首往里扎 闻山却领着人一拥而上 将她扑到了地上 血腥气立刻弥散在店内 陛下 我不顾身上和手臂的擦伤 有些狼狈地扑过去 眼泪也试试滚落 是奴婢不好 没踢陛下挡住 衣袖滑落 露出我手臂上的伤口 刚刚摔出的青子 和一大片擦伤混在一起 血迹触目惊心 秦渊扫过一眼 用空出的另一只手 将我揽到了怀里 你方才想扑过来替震挡 震都看见了 你有身孕 受不得惊吓 伤口不要紧 就别看了 怎会不要紧 贵妃被按着跪在街下 文言却大笑出声 我在匕首上涂了毒 剑血入骨 无药可救 你活不过三日的 我害怕地抓住了秦渊的衣襟 声带颤抖 陛下 没事 秦渊安抚地摸了摸我的发丝 接下 贵妃的嘶喊声传来 你怎么会没中毒 她近乎绝望的喃喃 我涂过毒的 正早知道你要谋反秦渊冷声道 那把荼毒的匕首 已经让人换过了 是了 她伤口里伸出的血 都是咸红的 没有半点中毒的痕迹 贵妃终于脱离 跌坐在地 你就这么容不下我们周家吗 明明为了你能登基 我们什么都做了 对了 她的眼睛突然亮起来 伸出手指向被秦渊抱在怀里的我 谈家谋反的罪名 也是我们扣的 你今日除了我 却把她放在身边 贵妃笑出了眼泪 你以为 她不会恨你吗 今日你能换掉我的匕首 来日她扎你一刀 你又该如何 秦渊一正 几乎是下意识地低头看我 我却也抬起满是泪水的脸 高声道 那是你们嫉妒我爹 财罗之罪名 蒙蔽了先帝 我已经找到证据了 陛下也答应 会为我家平反 迎着贵妃不可置信的目光 我的手轻轻盖住小腹 脸色苍白 方才摔出的血迹 正乱七八糟地沾染在裙上 秦渊眼神一深 大概是想起了 我刚刚不管不顾 想替她挡住匕首的动作 若她真是那种人 刚刚何必扑过来就震 秦渊冷声问 贵妃哑口无言 毕竟我可不知道 她那把匕首上 到底有没有毒药 不等她再说什么 我就软绵绵地靠在她的怀里 轻声喊疼 秦渊脸色微变 她的掌心贴在我的小腹上 唇边勾起一点笑意 有陛下在血脂不疼 很拙劣的谎言 可我手里的筹码实在太少 从我再次睁眼开始 每一步都是在捕 但看着她的眼睛 我就知道 这一局我赌赢了 十六 太一来时 殿内已经都被收拾了得干净 贵妃被带下去 幽禁在冷宫里 至于周家人 则全部关进了天牢 先帝没有要谭家女眷的命 是因为谭家没有真正谋反 只是秦渊作为太子 并不像父亲那样 拥有治国理政的能力 作为父亲 她在知道自己受数不多后 才下了手 处置了我家 为秦渊留下一个 没有威胁的朝堂 她到底对我父亲 有些君臣之情 没把事情做得太绝 可秦渊面对的谋反 是实打实地伤到了她自己 她很快就替我家平反 给周家添上了 谋害忠臣的罪名 恕罪并罚 不过一月 周家就被处斩了 被关在冷宫里的贵妃 听到消息 受不住打击 很快就变得疯疯癫癫 听说 还在冷宫里念到什么 美人在骨不在皮 自己是真正的美人 陛下一定会想起自己 再度宠爱自己的 可这些话 没有一句能传进秦渊耳中 在给我家平反后 秦渊就下旨 侧我为妃 圣旨到的那日 我谢了恩 起身时却有些不舍地 看向秦渊 陛下 可以给妾 选个离前清宫最近的宫事吗 她伸出手 把我揽进怀里 笑了笑 想离朕近些 妾不敢奢求陛下 多来看妾 我温声道 只是想离陛下近些 妾也安心 她一向很吃这样的做派 因为秦渊早逝的生母 先帝的真爱 就是这样 得到了先帝的宠爱 秦渊或许会喜欢不同的美人 比如一开始 她也对我的大胆心生趣味 可到了最后 真正能让她上心的美人 还是和先帝的口味一模一样 何况我有着身孕 一件公事 对她来说 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她随口硬下 就低头埋在我颈尖清秀 笑道 好香 陛下可知 妾为何要用茉莉吗 我轻声问 秦渊略一思索 就笑道 茉莉音同茉莉 我轻轻恩了一声 只愿在陛下身边 长久相见 此生茉莉 十七 第二年的选秀开始时 我生下了皇子 新鲜的美人 固然让秦渊流连 但我和她一同经历的那次谋反 我对她无微不至的了解 都让我在她心里 拥有了不同的位置 何况还有个可爱的皇子 哪怕是为了过来看孩子 秦渊也会时常出现在我的宫里 加上这些年 文山实时为我禁言 我的恩宠不衰 魏芬也一步步升了上去 谈他当年被刺死的都是男人 在我的安排下 父亲和哥哥都被妥提安葬 至于流放的女眷 也在平反后就被我接回 在京中安养 随着我在后宫中魏芬的升高 他们在京中的日子 也一天好过一天 皇子八岁时 我终于成了皇后 与秦渊携手 站在殿前被百官叩拜 到收手的时候了 我随手挑出一只金簪 别再发肩 新鲜的茉莉被做成小小的排簪 由文山亲手 点缀在我的并肩 散发出熟悉的香气 同镜中 我和他相视一笑 这些年 他和我联手产出一几 我的权势更大 也给了他更多的利益 这样的关系 对我来说 比那句恩情更加紧密 很快 秦渊就病倒了 太一轮番为他枕脉 最后都得出了一个结果 那就是秦渊纵情声色久了 身体早就有了亏空 之前是靠着年轻 没有发作 这次的风寒来得太急太狠 把身体中的亏空都引了出来 他们也只能尽力拖延秦渊的时间 却不能保证治好 我微微汗手 面色如常 只是吩咐太医院尽力而为 时宜是意 如今也只要我一句话 太医院就把所有好药 都用在了秦渊身上 可他的身体 还是无可救药的亏空了下去 为了救他 我翻越古籍 反复召来太医 讨论新的方子 甚至寄希望于那些声称 能驱邪驱急的术士 每日给秦渊 因为要擦身的活 我也都亲力亲为 连缠绵病塌的秦渊 都有些动容 他躺在床上 瘦了不少的手掌握着我的手 感叹道 雪之 这些年 只有你一直陪在朕的身边 妾只愿 陛下早点好起来 我温声道 与妾长久相伴 此生莫离 八年前的誓言 他费力想了片刻 还是闻到我身上的莫离香气 才想起来 好 他看向我的眼神 更添感动 朕答应你 所以 在我告诉他 朕士说要取一个特定的生辰八字之人 蒸熟后入药 作为药引 给他治病时 他也昏昏沉沉地点头答应了 那个人 自然就是在冷宫里 幽禁了八年的贵妃 我点了几个当年贵妃的宫人 把他的手脚用麻绳捆住 放到了蒸笼里 不知怎地 贵妃的神志突然清明了一瞬 他眼神怨毒地盯着我 骂道 你这大胆奴婢 在做什么 还不快放本宫下来 我没有开口 只是对他一笑 是一宫人合上蒸笼 木柴点燃 很快就冒出烟来 碧瓦珠墙 宫道上站满的宫女内间 一如八年前的那天 我没有再看 转身回了前清宫 十八 哪怕有了药引 秦渊的身体 还是一日日衰败下去 最后不得不用单身掉命 换来他半个时辰的回光返照 我坐在他边 看着他销售的面容 和八年前那个英俊的少年天子 几乎判若两人 我端起药碗 轻轻吹凉 秦渊也睁开了眼睛 血脂 正今日似乎好些了 我没有戳穿他的话 只是温柔地将他扶起 让他靠在软枕上 仔细吹凉勺子中的药 一点点喂给他 和那年做御前女官时 对他的伺候 一般无二 这么多年 只有你对朕始终如一 秦渊喝下苦药 感叹道 都是皇后了 还用茉莉这样的香 和那年朕第一次闻道时 没什么区别 因为妾始终都想 把陛下留在身边 我笑着应她 与妾长久相伴 拿出手帕 替她擦去 而是附到她耳边 轻笑道 可是妾怎么能确认 一个活着的秦渊 能和我长久相伴 此生莫离 只有一个死了的天子 才不会再用一句话 来决定我的生死 这样的她 才能长久相伴 陪在我的身边 秦渊胸口俱阵 硬生生渴出了好几口血 染红了我的一群 她终于听懂了我的话 但她不知道的是 那年庭院中枯萎的茉莉 并不是缺少了花房的照料 茉莉这样的花 哪怕没人去管 在道旁也能开得很好 所以父亲当年 替先帝收下南疆时 曾种过的一味奇毒 就被南疆人命名为茉莉 取得正是茉莉这样 种在道旁 也能顽强长大的意义 父亲中毒后 搜查了南疆宫廷 得到了毒药的方子 也找到了解药 毒药和解药配置起来 都并不复杂 只是男在毒药要分成几份 下在不同的地方 气氛热的茶水里 熏香时加入的薄荷叶上 天长日久 渐渐尽染 才足以致命 我身上的茉莉香气 就是取了那半瓶茉莉 慢慢研磨制成 那些茉莉香气 足够掩盖住毒药的细微气息 朝中的太医 自然无人知晓 当年父亲在南疆寻到了解药 可如今的秦渊 一招毒发 无药可救 雪之 你 他呕着血 看向我的眼神 像要把我生吞活泼 你这些年 一直在算计阵 真奇怪 我忍不住笑了 先帝杀了我的父兄 你是怎么觉得 我会对杀父仇人的儿子 一见倾心 其实我知道原因 凭他的英俊 凭他天子的身份 凭他出身尊贵 一向骄傲的性子 这些年 出现在他身边的女人 大多都愧于他温柔风流的一面 难以抽身 比如贵妃 所以他也认定 当年作为御前女官的我 抵御不了他偶然给出的温情 哪怕他第一次赏给我的莫艳 背后其实是想让贵妃安插的工人 全都暴露的用心 秦渊还想说些什么 却已经无力再说 抬起来想指着我的手 抬到一半 也重重跌落在床上 我伸出手 合上他半睁着的眼睛 一切终于尘埃落定 十九 作为太子 我的儿子很快成了新的皇帝 不过他只是占了皇帝的位置 朝中的正事 都有我来裁断 那只曾握在秦渊手中的朱笔 现在也到了我的手中 天子所用的东西 确实比旁的物件顺手些 所以我拿着那只笔 写下了开设女学 选拔女官的政令 毕竟 美人在谷不在皮 只有让他们拥有 争夺更多的能力 能支撑自己独立的活着 才能真正摆脱那年 贵妃斥责我争宠时 用的那些话 在我之后 希望有更多的女孩 不会再亏于后宅 成为别人一句话 就能决定生死的人 而是跳出争宠的牢笼 去争取真正值得的东西 那才是每个女孩 都应该拥有的美人骨